上班其实都会碰到塞车 那你们上班的时候 撇开棚态因为它是捷运 大黑你最长的时间 就是塞车塞了多久 因为我一般来说通勤时间 大约都是半小时 因为你骑摩托车 如果超过或是两倍的时间的话 你也不会去那边上班 对 所以你会衡量这个 这个我一定会衡量 不然每天上下班要多花这个时间 时间成本当然要考量进去 上一次我们有聊到 你可以接受是一个小时 去还是来回 希望来回一个小时以内 很难啊 这个是超难的 你平均来讲 大约我觉得目前应该都是 不管今天是开车捷运 应该都是40分钟左右 就是相加大概一个半小时内 差不多 那如果今天碰到大塞车呢 怎么办 你说像是那个中校桥事件吗 对 你看那根柱子 不过真的好险 那时候发生在清晨 还不到6点的时候 给你现在7点8点的时候 怎么办呢 哇 那个真的是有死伤会蛮 绝对死伤严重 还好那根柱子也没有滑下去 对 没有掉下去 对 那滑下去还得了啊 拜托 哇 直接掉入18层地狱 以前我们家那时候 还住在新庄 那条桥可以说是我选择进北市 上班的路线之一 但是呢 是一个非常拥塞的一条路线 只要碰到下雨 就绝对塞到你爆 更何况那根柱子一下去 绝对是四五个小时啊 对啊 而且听说话 也不用听说啦 我们有听众直接跟我讲 他们就在车上呢 review了我们 至少五六几以上 车都没动耶 那天我以前同事刚好在前面 就是次故的后面的公车上 然后他只好 在听我们 他走路下 没听我们啦 就不用抢他了 走路下桥 而且很多车子 就是大众运输 都用走的 就是乘口用走的下桥 然后再转搭 其他交通工具 他没有去买个早餐吗 你说路上有个人在上面卖早餐吗 对 我觉得他厉害耶 这才是我们台湾人 做生意的 对 做生意的方式 灾难财 灾难财 也不能这样子啊 大家想一下 那三四个小时 你又喝了那些饮料 那怎么尿尿 就尿到杯子里了 你不是有杯子吗 这也对 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各种荒谬的 交通事故 还有我们台湾 一直被评为 全世界最危险的行人走廊 号称行人地狱 记者不读书 吃完热购 大家好 我是小浩哥哥 我是彭台 这是一个记者生活五四三的节目 既然台北市都已经被评比为 第一名的最新 亚洲行人地狱 基本上不是 行人地狱是我们自己想的 就等于说是 它是行走当中的阻碍最高的城市 你们觉得走在台北市最受不了的地方是什么 来 骑楼停了很多摩托车 但是现在都已经近乎把它给 对不对 进空了 尽量已经有一些 应该说老旧的街阔 或者是老旧的街道 还有很多骑楼的 里面还是停了蛮多 就是摩托车或是堆放一些杂物 让你行走的时候不是很好走 那就是热炒店的门口啊 热炒店的门口也是啊 放在桌椅嘛 诶 彭台呢 脚踏车 脚踏车 对 你说you buy吗 对 我为什么要让他 我明明也是行人 你自己不会往旁边绕吗 而且我自己认为 脚踏车 其实在马路上真的是为所欲为 诶真的 是啊 他连红灯他都直接骑过去啊 他完全没有在理红绿灯的 比行人还凶 我个人呢 也是认为骑一楼 但是不是摩托车的问题 是 高高低低 盆栽 还有那个水泥 我永远都不会平的啦 有时候还不小心 就是可能摔倒 因为那个落差有点大 而且还有墙的 对 对 而且更荒谬的哦 不是台北市 好像在哪个县市 我看有人po文 他是哦 就是给身脏人士 就是可能眼睛不方便的 人士有那个 对不对 下面有那个 让他能够导盲砖嘛 这样导盲砖呢 既然出现了两个 就是栏杆 阻碍你 那这样我们消防期 我们萧老师要怎么办呢 对不对 怎么跨过去呢 而且今天更夸张 我好久没有直接骂路人 你为什么骂路人 应该是说骂驾驶 因为我们工作室下面 不是有停车位 那白天是空的 可以轮流停 那主要是前几天呢 因为有去拍影片 相机呢 都在那个车子后面嘛 我想是说 相机也中 那干脆就先停一下 然后下个装备 然后把它拿到工作室上去 好 我拿上来之后呢 赶快下去准备移车 停到我自己的停车位 结果前面被一台车挡住 然后就奇怪 你干嘛挡我 然后下来的是一个阿伯 我就说 你不要挡了 我要出去 他跟我说什么很好笑的 你等我一下好不好 我只是去送个衣服而已 他送洗衣服啊 我还要等他干嘛 你违规 我要等你违规哦 很诡异吧 我说我要出去 他说你等我一下 但是你有赶时间吗 我就说你那个乱停车 你还要等我一下干嘛 如果你没有赶时间 我觉得 没有 可以通融 你违规耶 No 我觉得你今天 你也会像他的样子 稍微停一下 我不会 那你当下会怎么样 我当下会移开啊 我就叫他移开啊 他本来是不想移的耶 我只想往前移 他还是违规啊 只要让我车子出去啊 你先去送衣服 如果说去干洗 花十分钟 我不是在车上等你十分钟 有啊 确实还是要移开啦 不过 去移开一下啊 这个也是觉得很好笑 就是说他把你晾在那边 对你违规 给我屁事 你就挡到我这里啦 而且他前阵子哦 还发现是停一排 因为我们刚好那边哦 不是就是做那个 道路维修嘛 还把它全部停一排 好像真的就是把那个 潮化线当作停车阁 而且你暂停就好了 还可以暂停 不是暂停哦 停一个小时 对啊 所以也不要说什么行人地狱啦 我们自己来看哦 有些驾驶就是那个样子 就跟骑脚踏车一样那种 为所欲为 为所欲为啊 刚刚我们都有聊到 最杜烂的U-Buy 再来就是呢 我们讲U-Buy 我们要讲说 非常没有礼貌的 骑着U-Buy的那些人 还有 也不一定就是U-Buy 只要是骑脚踏车的人 我就觉得 怎么可以这么 为所欲为 因为呢 除了酒驾之外 好像没有其他的罚款 可以罚他 还是有吧 他们现在也要戴安全帽啊 没有啦 看哪个U-Buy要戴安全帽啊 好像没有戴 没有啊 所以他可以为所欲为哦 那另外刚刚有聊到 就是骑楼 骑楼的产生 就造成没有人行道 但是又很尴尬了 好不容易他清出人行道 你会觉得说 他又把道路缩了 有时候现在不是 很多路上会在那种 旁边骑那种 绿色的人行道跟你走吗 对啊 但这样子 路的宽原本就不够了 你又说了 又就变更小了 对 所以就整个很尴尬啊 那为什么 我们台湾的市区 没有人行道 大家知道吗 不知道对不对 好 主要就是哦 因为台湾没有人行道 归咎于人口密度高 腹地不够 而且呢 基本上蛮多一些哦 小城市市区哦 例如是哦 云林北港 或是台南新市区 屏东的哦 离港乡 这些呢 基本上 他本来人就很少 腹地也不多 当然 所以会造成 我干嘛要人行道 所以变成人行道在台湾 近乎 好像大家看哦 有些人行道是硬化上去的 就刚才大黑有讲的 就突然跑出一个绿色的那一个 而且那绿色那个哦 很容易会害 骑摩托车的人滑倒啊 大家都知道吗 那个好像比较滑一点点 对 所以就很尴尬了 再来呢 台湾的交通过于复杂 因为我们台湾哦 并没有像 像日本一样啊 大众运输 他们的地铁啦 或是说的电车 相当方便 他们的方便 跟我们的方便 想法也不一样啊 他们的方便是说 你今天离你的车站 走路 或者是哦 更重要的是 骑假拉车 15到20分钟 是方便的 在台湾不是哦 对不对 你今天叫彭泰说好 在我们家骑假拉车 到火车站20分钟 你要吗 你先给我骑一下 阿三再爬上 不会 你之前有买电动 你忘了吗 那个没办法 为什么 你那时候不是说会飙 我告诉你 哪会飙啊 那个是电力跟角力 要合一 他才有办法跑的 太老了 那个是十几年前 现在不同了 所以 如果说是以这个距离来讲呢 日本人会说很近 但对台湾人来讲呢 好像就真的有那个距离啊 不如骑个摩托板 那骑摩托板呢 到那边的时候会发说 想说 那还不如直接骑到公司好了 对啊 或骑到目的地 所以就变成说 我们的人行道会特别的少 你有没有发现 乡下的地方 那天我才跟那个 我的闺蜜院长去吃饭 她说她妈妈出车祸 应该是她阿姨出车祸 她只是到热射 在一个转角入口而已 她也骑摩托车 就是不愿意走入 很多都这样啊 所以台湾人已经养成 哪怕只是去个巷口 她也要骑摩托车 就像有人叫Uber Eats 他们明明去那个Seven 就斜对面的 他还是叫Uber Eats 他都已经缴了服务费了 他当然 他当然 只是叫Uber Eats 对耶 因为它里面的价格 基本上跟买吃的不同啊 对啊 那是属于就是民生的用品 所以它的价格是一致的 对 那我今天既然都已经超过199 以Uber来讲 那当然它叫很划算 而且送到你楼上 对啊 那我以后要这样子 我为什么要自己出去买 然后提着大包小包回来 那我以后要这样子 对面 你终于懂我的意思了吧 还真差 而且啊 其实在台湾来说 早期的这种建筑 那也是因为 气候比较湿热容易下雨 所以盖起楼 所以当时有比较少 有这样的人行道的规划 然后如果现在要增设的话 可能就是必须 就是都根 对啊 但是都根的话 看看现在 比方说 我以市区来讲 市区的都根 以我们这一栋啊 这边 还有太多地方要都了 都不完啊 都不完 而且重点是呢 可能 我当阿公哦 我们现在这一栋哦 可能还不会都根 而且这已经在市中心的地方了 对 它已经四五十年的历史了 是啊 所以像比方说重化区 很多外线市的重化区 或是一些那一种 有重新再去设计 比方说街道 或者是那种街区的地方 它那个人行道 或是跟那个住宅的这个退缩 就会比较舒服一点 嗯 但是如果以市区来讲 困难度就很高啊 尤其如果我们到台南 台南基本上它的路就比较小啊 而且台南好像连路边都 不太能够停车呢 不是 停车阁好像也不是很多 只有桌子椅子还有盆栽 因为它基本上它不会那么 有规矩 有没有说规矩啦 哎呀哎呀 哎呀我不是站台南啊 我问站台南是因为台南人 基本上停到哪都OK啦 所以有厂商啊 就是我的好朋友的厂商啊 有做智慧停车阁啊 那你发现了停车阁都没人 没人在停 因为大家都 都很守秩序的维持台南应有的 百年古都传统 还会不会讲话 会不会讲话对不对 嘿嘿嘿嘿 所以就很尴尬啊 我要发展智慧城市 结果弄到最后呢 好像人文比较重要 所以会碰到旧有的城市规划 跟新有的城市规划 那两边的两南 旧有在这里啦 但没办法 我们台北市 大部分对不对 都在我们的中华文化 或是我们台湾的美学 思考之下 很难读根啊 对不对 楼下都已经桌满了 我怎么可能想要让你读根呢 所以会造成这样的问题嘛 像大安站那边不是有一个 那一个很大的一栋 有两个 一个空空荡荡的 另外一个是菜市场下面 有吃了一堆啊 那个根本不太像 台北市应该要有的建筑物耶 但也无法读根啊 那你今天走到那楼下的时候 你也没有人行道耶 没有任何穿越道耶 所以我觉得来台湾玩的外国人 基本上呢 要有一个心态是来台湾冒险 你绝对不要去享受来台湾 享受那逛街的感觉 你要说享受那刺激的感觉 我们台湾的迪士尼 就在我们的马路上 对不对 谁知道我们今天走在 就算有人行道的地方 还会有车撞过来 例如前阵子南京东路 对 而且也不是说邪门与不邪门 我觉得那个道路的设计 也有一定的问题 因为在之前 应该是上礼拜 是上礼拜发生的这个事情 就是还蛮有爱心的 对 一个做公益 然后陪着就四丈者的一个 应该是一个姐姐嘛 对不对 然后突然就被一台车 冲过去就撞倒 他还推那个四丈 让他不要能够被车撞到 就没想他自己 就这样子离开了 在前几年呢 再往前一点 靠近小巨带那边 也是一样 两台车竞速 也是撞进去了 所以就算你今天给他人行道 都会死人了 我们干嘛还要有人行道呢 反正就不用花钱 干脆就算了 对嘛 何必呢 这就是台湾的旅游 该要告诉大家的地方 刺激啊 来这里冒险啊 危险指数 交通危险指数很高的 所以啊 我们来看哦 有些事情 发生在我们台湾的道路 以及交通 也不需意外 比如说 民众闯国道 躺在马路 没有 他直接躺在那个路面上 对 而且是最近的事哦 我知道 我有看到 他就在南下108公里处 我不知道他会怎么这样子躺 听说好像喝醉 对 他怎么上去的 我也不懂啊 而且重点是 他躺的是 身体在路间 头在外线 头在外线 重点是 那些司机 这是我们驾驶人 还看得到 还都看到 天哪 这个命也很硬 如果哪一个也是晃神了 滑手机就直接点过去 头就爆 这真的是就爆了 觉得爆头啊 这超屌的 好 再来呢 斗笠还是血滴子 高雄哦 就有个阿嬷哦 骑机车的阿嬷呢 连同带车掉进水沟 结果没想到呢 原本在前方机车的斗笠呢 插在那台Toyota的后包杆 就直接插进去 直接插进去 哇靠 好硬哦 对 我就问说 这斗笠拿银牌也太坚固了吧 超坚固的 铁的是不是 以安全帽还安全呢 对耶 还不用带安全帽啊 是T牌的车太软 还是抖力太硬 可是那都是半把 倒还好啊 因为 保杆就是塑胶啊 跟保力龙啊 那怎么插的 他是直接对插上去 这个厉害了哦 另外我在前阵子 看到一个网络视频 有一台又是Toyota 是Nexus还Toyota 忘了 ToyotaCC 你有注意 后退的 对对对 记住讲那个 对对对 大回旋啊 就很奇怪 他为什么要在红绿灯的那边去做回旋动作 而且还两圈 没有他好像是要左转 但是左转那个角度 对 没有抓好 然后撞到好那个旁边的那种分隔道 我想说是不是要甩尾 然后撞到之后 他不知道发生什么 可能一紧张 然后变成 一直转圈圈啊 他就 一开始我记得好像他先 开了雨刷 然后后来就可能打 可能想要倒退吧 打倒退档蛋 但是可能脚都不听使唤 油门就一直踩着 然后就开始一个大回旋 那我觉得比较荒谬的是 有两个骑机才是一个骑机车的 然后就一直看他回旋 然后最后也被 然后最后他被撞到 他怎么没有想要赶快先 没有他给人说 在看什么 看戏吗 真的是看戏 这就是一个 我是觉得蛮荒谬的事情啊 对啊 因为台湾的道路上面 很多荒谬事 比如说开一开啊 也有可能直接就掉到田里啊 你说那个阿贝出事了 阿贝出事了 说实在田里这件事情啊 很多骑摩摩车一起 就会掉到那个田里的沟 有没有 然后就因此这样子聚聚了 先讲啊 以前我年纪轻的时候读书 你也栽过吗 我没有讲 就是骑车哦 就是到基隆上课嘛 那必须要走那个台五线嘛 那时候是已经有新台五线了 大家也知道新台五线呢 因为离基隆境啊 有很多货柜车啊 那那个货柜车厂呢 就沿着就是在新台五路附近啊 可能就五堵 六堵 七堵都有 就常常有一些 有一些汗事 比如说有一定的时间 就会看到有人被碾过 对 还有呢 这也是真实事件哦 本来有载人 就载一载载一载 回到家后面人不见了 为什么 就载一出去 载出去 倒还好没有死 就是跑到水沟里了 对 所以那边那时候呢 因为有人喜欢就是 那边速度感极佳 应该说那个马路 给了速度感极佳 就去冲 所以那一条路就很奇怪 只要一阵子就会发生 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就真的有 前阵子也是一样 好像是去年还是前年 就是有警察 就是要去追 好像闯红灯还是什么 我忘了 结果他也是在那边出事 撞到路边还是什么 还是被人家撞 就这样离开了 所以那条新台五线呢 还是要慢慢骑 但是就是会发生说 啊 汉事 那不然就是 人不见了 可能就是甩出去 或是说突然在 好像就不见了 回到家发现说 我女朋友 我马子呢 这有点夸张 人都不见他还不知道 刚才都想要机车 或是说汽车 其实人力电动车 也会发生事情 比如说前阵子有 波朗大道 你们有看到那个视频吗 我知道 所以起说 耶 看一下 然后再看下去了 一家人很开心啊 但是我觉得比较衰小的 是谁 就是阿嬷抱的那个小孩子 对 还飞起来了 还飞起来 我说那个 才娃娃了几个月耶 对啊 阿嬷也很不认真 那边夜抱小孩 又滑手机 所以 常常会有这样子的意外啊 我们台湾被人家讲说 鬼岛不用怀疑啦 就是发生这么多的事情 但是鬼岛归鬼岛 我们来看一下呢 有没有其他国家 比我们还要鬼的 交通离奇事情 先看 印尼哦 骑车撞屋顶 离奇车祸 有多离奇 好 根据印尼的媒体哦 他的报导 这个 就是日前发生的事情 在西爪哇的打痕线 我果然会打痕 一定出事就打痕 的村庄里面呢 两名女孩 原本骑着摩托车 突然在下坡的时候呢 摩托车失控 撞上旁边的屋顶 连人带车 卡在屋顶上 他命也很硬耶 这样没事 这个我有真实碰过 年纪轻的时候 不是我 那时候我玩车嘛 就玩得很凶 改车也改得很凶 然后我的停车场呢 就有一个 应该也是工读生 应该也是大学生 他也开始玩车 那我那时候是玩 欧系的钢跑车 他是玩日系 但是不是喜美 喜美我有玩 他不是喜美 他竟然玩March 但是改得很凶哦 他就说 今天晚上有没有空啊 看你的车 应该也是跑三路的 应该看那种改法 我说对啊 而且有的时候看你 好像回来都比较晚 好啊 那边晚上约一下 我说OK啊 就约啊 我再约我一个朋友啊 我们三台车一起去 五指山 先从外双溪上去 然后我们再去呢 从大湖山庄下来 我就觉得这个路段很奇怪 因为我们正常是 从大湖山庄上去 下五指山的话 应该会去选择的 就是从细子细万路 他既然要这样约位 没关系 因为从那个 外双溪上去哦 他的那个坡度比较高 很快就急上去 弯道也比较过瘾 也没关系 就陪你玩 上去之后 大家都买饮料 觉得说好开心哦 又如何 我想说我骂起来 可以这样子玩 吃着我屁股一下 也不错啦 好 下去的时候 往大湖山庄 我就一路开开开开 他们就跟不上了 因为很顺 就越来越不对啊 你们我已经等了 已经到了 那个大湖山庄口那边了 那个Saven 我都找不到人 等不到人 他call啊 c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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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ll了好久 我只好call了七八分钟以上 他来接电话 他说出事了 他的朋友出事了 我说我敢吓到有什么事 你先上来一下 看怎么处理 好我就上去了 很了不起 他整台march呢 就开到人家的屋顶上了 哇 因为他是 因为那时候下坡嘛 对不对 旁边有车嘛 他过弯不急 他就直接 蹦蹦蹦下去了 哦 刚好那下面 有房子 人家就对 刚好就是人家的 那种 那山上的房子 就是那样子嘛 像我们乡下一样 一间户 一间户嘛 就他跑到家 一间户 把车子停好了 他当停车场耶 他就 没有说停了刚刚好 就是 反正就是一半 就已经在人家的楼顶了啦 然后我就帮他去找拖车 帮他去处理起来 但我觉得他朋友 觉得已经很丢脸 从此之后也没跟我跑过 所以呢 印尼哦 这个事情我是觉得 不意外 只要是斜坡 或是如何 都会发生这样子啦 还有 我们来看哦 非洲果然是大草原啊 机车撞上客机哦 这发生的是在哦 吉内亚的机场当中哦 有一班韩邦啊 而且是A320的客机 预定的时间哦 晚了一些降落 然后呢 在跑到上面滑行时呢 意外呢 撞上一台载个两位啊 就是机场人员的机车 然后机车在跑道上 被拖行的一段距离 期间还被吸入到客机的影 哇噪 哇哦 那当然 都已经吸进去的人 一定有问题啊 对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会有摩托车 在降落的时候 跑到 在上面骑呢 就没办法啊 塔台可能认为 应该太忘记有飞机要下来啊 就像你怎么讲 今年年初还是 今年年初嘛 雨田啊 雨田机场啊 对 那谁知道会撞上去啊 对不对 飞机撞飞机耶 而且是一个降落 一个孩子在那边耶 那谁知道发生这事情 可是厉害的地方是 撤得超快的 对 对不对 它那个紧急应变 是蛮迅速的 所以不要以为 安全的地方 永远都是安全的 还有印度呢 有个离奇的空中事故 飞机撞上了40只红鹤 造成机身受损严重啊 然后在孟买的国际机场 全面的维修 简单来说就是 撞上鸟啊 对 它好像飞到那个 红鹤的保护区 为什么它飞到那里 不知道 可能那边 印度很多雨林吧 不知道 本来就飞过 因为孟买那边 有一些湿地 一些海岸 它是红鹤的那种侵袭地 那刚好飞过去 然后它是阿联酋的 飞机 然后飞过去 然后旁边有一些 就是刚好有鹤 飞起来吧 所以啊 坐飞机哦 降落起飞 危险之外 有的时候 也会到这种 很奇怪的地区 而且现在哦 因为气候变迁 那流变多 真的哦 好像有 对 所以大家坐飞机的时候 还是细安全带 就没有事的时候 还是把安全带系着 对对对 还是要系着 那突然一来的时候 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我记得前几天 有看到一个 好像是 一个新闻 就是说 忘记是哪一个 航空 长龙航空 哦对 然后他就遇到一个 很大乱流 然后那个哇 那些 餐点啊 整个东西散落一地 整个打翻啊 怎样的 可惜啊 为什么 本药师的都没啊 对啊 没有错 对啊 所以空姐很辛苦啊 大家就记得 坐飞机 离开位置哦 上厕所之外 其他就是哦 安全带系好 那刚刚讲完了 就是关于路面上 那路面上 我们还有遇过哪一种 就是火车 你有没有遇过火车的事故吗 当然不希望能够碰到那个啊 普悠玛之类的啊 那个真的是很严重 对啊 而且前阵子 也不是前阵子哦 最近只要搭火车到花东 都很容易碰到这 就是有石头之类的 山崩之类的 所以就会停个什么半小时 40分钟 而且速度变慢 上上个月 我本来要开车回花莲 结果没想到呢 就到那个汤方的地方 我才知道说 原来一天哦 只给三个时间点放行 哦是哦 对 所以白白的就是跟老人家 舒嬅都还没有亮完 就直接又折回台北 哦 所以这阵子呢 如果坐火车到花莲呢 时间就要拉长一点了 但是能够去花莲 就尽量去花莲了 现在花莲真的没什么人啊 对 而且最近那种大雨地震又蛮多的 嗯 好 那我们这次来讲一个 就是历史上比较离奇的火车脱轨事件 为什么离奇呢 他穿过大楼亲吻地妹 是什么样 就是这个是在法国蒙帕纳斯的火车站 他是在比较巴黎市区偏南偏西的一个地方 塞纳河的佐安 那每年运送的人数有五千多万次 算是巴黎蛮繁忙的铁路的车站 嗯 那在1895年发生一件很算是惊为天人的事情 十月的时候 有一台就是开往巴黎的快车 就是在这个轨道上行驶 但是那驾驶员在途中 就是不断的加速啊 然后呢不知不觉之后 火车快进站 他还没有发现 结果呢 驾驶员意识到该减速的时候 哇 刹车失灵了 他就直接把他穿出去了 对 哇 他是当时最先进的 蒸汽的这个火车 嗯 一个钢铁做的这种蒸汽火车 直接穿墙了 穿出来了 玩命关头 对 直接也不需要下车查阅票啊 直接走到外面去 直接走了 直接走了 对啊 所以那这次的这个火车的这个事故啊 就是只有六个人受伤 讲火车我们看过印度的火车 你有没有看过一些那种短影片 就他们会坐在那个 印度人会坐在他们的火车的 直接就火车顶啊 屋顶上 要不然就是直接就是 好像他们就是直接晾在外面啊 抓着旁边的杆子 对啊 直接这样啊 然后投炭出来这样就对 嗯 那因为铁路啊 在印度是他们主要的这个公共运输的这个主要部分 从上个世纪以来啊 有两千多名的乘客 因为铁路的事故上升 那就是被漂出去还是怎样 有很多的原因 那原因是为什么 就第一个是在安全的问题 他们重视的不够啊 比方说 印度每年发生这火车大小事故 大概有三百多起 几乎每天都会有一起 人为的因素就占比较多啦 或是人没有完全进去车厢 他就是跟着车厢一起走 所以你说是一天就会有一起 几乎平均一天就有一起 那也还好啊 你知道印度一天有多少起性侵啊 哇这个 对 更多了啊 对啊 这个还好 难怪他们不会想说火车改改善什么啦 而且他们人又这么多嘛 对啊 死一个没什么啊 是啊 所以像印度还有一个原因是 这个设备它的其实蛮老旧的 因为以印度火车站目前各个设施啊 都还是五六十年前英国人留下来的东西 嗯 所以他们在这些呃 比方说硬体设备 也没有到这个非常充足 然后再来就是执行 比方说很少看见那种认真执行的火车站人员 他们也不会像日本人 我会把你人往进去 往车厢里面推 他就让你晾在那边 可是你又想一想哦 日本人他这种推进去 那个门安不安全啊 你说有一天被挤爆吗 一定会被挤爆的啊 像例如哦 前阵子也不说前阵子 好几年前的时候 就是有公车 台湾哦 近乎很新哦 往瑞芳方方向嘛 就最后突然打开来就摔出去耶 有学生就直接摔出去耶 门就这样子被挤开来 哦 对啊 所以我有时候觉得日本这样子挤到底安不安全 还有以前小时候读书的时候坐火车 那种普通车啊 那个门跟没有门差不多啊 是吗 复兴好 不是复兴 复兴是好的 普通车 再来是电连车 普通车是算是区间车那种 区间车就是蓝色的铁皮车啊 这种之前有聊过的啊 上面还有那个会旋转的那个电风扇嘛 对啊 这是最便宜最便宜的票种 我们就叫做普通区间车 你也可以去从台北一路晃到高雄去 坐到你屁股烂也可以 但是非常便宜 那种车就是破破旧旧的 有时候也在怀疑 它那个门哦 就真的没有关得很紧实 所以都还在那边晃 真的有碰到的 我以前小时候真的有碰到那边晃的 没开玩笑 很危险 对 所以这种火车可能啊 台铁把它卖到印度去 哇 要淘汰都卖到印度去 就变高 到那边变得高级车种哦 哇 还有 比方说还有电风扇 还有电风扇还会转耶 对不对 还有怪不起来的门的厕所 刚好符合印度的风土民情啊 对不对 那我们讲到这种 比方说 比较离谱或离奇的这种 交通事故 你们会想到哪一件事情 就以 比方说从以前到现在来说 我是觉得 有时候会想到一些比较 也不说离奇不离奇的交通事故 可能是空难 因为像我跟彭泰 没有啦 我的年纪啦 我的年纪来讲呢 那段时间像小孩子的时候 或是说学生时候 碰到听到的空难都是 可能把民航机当作战斗机 所以没事就会发生空难 对 对不对 就是大元空难嘛 彭湖空难嘛 远东航空最早 我小时候那个花脸 花脸 对 撞山是不是 对 我爷爷还去资源捡尸体 对 对啊 那时候就觉得说 好像坐飞机 尤其坐国航 不是这么的安全 因为 就已经讲了 全都是退役的空军子弟们 他们把 当战斗机在开 直接拉起来 直接复制到 737747 所以才会造成说 我不相信电脑讲什么 该如何我就急拉急身 当你急拉急身的时候 你硬跟电脑对干 哇 1445了 就这样撞下来 像讲到这个事情 你还记得有 大概快十年了 复兴航空有个飞机 掉到基隆河的那一次 对啊 对啊 因为离我的公司算近 所以那时候一听到之后呢 刚好也是10点多嘛 10点要进台北市嘛 那当然啊 那边都会封起来了 但是可以走合体啊 那就看了一下 就真的是在基隆河里面啊 灾服灾成啊 但是直接摔进去 但是这也很离奇啊 你知道吗 那个计算车司机 拍照那个行车记录器的那个 他这边直接就是 行车记录器之外 另外有个计程车司机 他直接就是 把他引擎盖点过去啊 直接撞到 撞到嘛 后来他就变成 他心里阴影超大的啊 像那个复兴航空的这个事件 其实就像是你刚刚讲的 当时的那个 因为后来的这个空难的报道 就是这个检查的报告出来 主要是人为数师 那那个人为数师 是那个组的这个正驾驶 他本身就是 以前就是开就是军机的 你叫他开个螺旋桨的 对 然后好像对于那种飞机的操作 没有到这么的熟悉 嗯 然后 好像是比方说放错油门 对 这个其实是蛮大的人为的事物 所以他最后是 就是整个 擒脚这个很斜嘛 就是撞进 这个车里面 我还有个印象 是我当兵当替代役的时候 然后有游览车 就是有载陆客 然后在阳明山 仰德大道的永公路 直接直接这样开下去了 整台吗 整台 整个车就这样掉下去了 大家不要有的没的去 讲说什么 我们小绿小蓝有的没的 或是说我们不要陆客 有的没的 其实陆客来我们这里 死伤也惨重 之前那个有个什么 蝶恋花 对啊 是不是也是中国的 对啊 还有来哪里 然后发生 到花莲也是发生事情 你看他们还那么爱来我们台湾 代表多爱我们台湾 我们不能够说这样 你不要过来如何 他来这里是冒的生命危险 就加上我们刚才讲的 他来体验台湾的地狱 的路段 这是体验路段 所以 基本上台湾处处有可怕的地方 真的是尤其在交通 有时候觉得这次还蛮荒谬的 像例如 我小时候也会印象的是说 那个时候是因为 骑摩托车不用戴安全帽 但是 好像戴安全帽之后 事故反而更多 感觉比较安全 是不是可以奇怪一点 重重重 对啊 我有时候觉得很奇怪 像我们之前有跟他聊的嘛 对不对 大渡路时期 哪个戴安全帽 那时候死的多吗 没有嘛 我相信 好像现在在马路上面 死的比较多吧 尤其到了放假的时候 大家来去看一下 北夷啊 重机啊 追交路线啊 对不对 追一追就滑倒了 直接跟车子也就赚到商购啊 直接就拜拜了 所以台湾最不缺的 基本上呢 就是行车记录器 里面的画面 很多甚至有一些 YouTube的频道 就是每天都放不同行车记录器 这个内容可多耶 对啊 而且 尤其我最阵子哦 更发现哦 很多摩托车 是故意还是如何 就是骑国道 诶 真的啊 以前我们有看过吗 怎么会故意呢 我之前很 我们去台南回啦 我开车 还有阿伯 骑脚踏车 我觉得有些是故意的 有一些是不小心 不知道路骑上去的 这都有 没关系 但是我觉得为什么故意呢 我感觉他就在上面 享受飙车的感觉 而且快速到达 对 就是油门吹到底的 那你说那种阿伯呢 那种类型的 我有看过 我是觉得他是 惊恐到的那种 所谓的恶魔森林的一个小白兔 没有 他骑得很慢 你骑脚踏车上交流道 一定有坡度吧 你怎么骑得上去 摩托车啦 小姐 不是骑脚踏车 那我看到的是骑脚踏车 我还叫你 骑脚踏车真的是很荒谬 哇塞 这个太荒谬了 但是我真的有看到就是 感觉他是很紧张 我是觉得他真的不小心骑错了 以及他真的是故意的 就给你配到底那一种 有一些会不会是有可能 我在猜啦 比方说是快速道路 要接国道的 对 然后他可能没有下出口 他以为有继续连着吧 而且还有就是他的交流道 看起来就很像 一般的桥梁 对 一般桥梁道路 例如细纸一高的交流道 常常就会看到有警察在边 真的可以拦到机车 就不小心就开上去 对 因为他上去就是一个桥 旁边就是很破旧的 两层房三层楼的房子 所以让人以为 左转可以直接到五指三之类的 结果一上去 哇 一高 而且他另外还有一条 是从六堵七堵的高架 穿上去的 所以有一些从六堵七堵 也骑上去了 我没有骗大家 近乎一两个月 我就会看到 有人在那边被警察拦起来 哇 然后呢 你知道要怎么处置吗 他会护送你下去啊 没给你护送下去 他会直接在叫那拖吊车过来 我把你拖下去了 对 然后你要付拖吊费 哦 所以大家骑摩托车的时候 千万哦 尤其是在 我觉得最容易发生就是你讲的 就有高架道路 接所谓的就是国道 而且这一部分呢 大部分都是属于 比较向下的地方 大家骑摩托车要小心 骑上去 你真的要花钱 请人家把你带回来 而且危险之后是 七天过后才会回来 是啊 那刚刚讲到关于一些 航空史上的这个 空难的事件 其实航空史上 有一件事情 已经过了十年了 到目前还是一个悬案 就马来西亚那个啊 对 就是马航MH370 前阵子好像又有纪录片 还是什么 对 在Netflix上面有纪录片 这个剧情真的是 不会变耶 大家都一致啊 过了十年多了 这个目前的这个谜团 还是没有被解开 你相信 过了五年 甚至明天 顺便那飞机跑回来了 很多人都有这样讲 说他可能是被藏起来了 因为比方说连什么 残骸啊 不完全是 对 或者是疑似残骸东西 但是都没有大片的 跟你讲 Netflix都演了 都已经告诉你了 我们有一个戏剧啊 它就是突然消失了十年 又跑出来 你说像跑进一个 飞进一个虫洞之类的 他们认为都没有发生事情 降落之后 大家都吓到 说你怎么回来了 当初的小孩子那么小 小孩子变那么大 对不对 说不定 他已经进入了 虫洞的空间 其实确实有这个可能啦 不过帮大家简单来讲一下 就是说在2014年3月8号的时候 马来西亚航空的MH340 他从吉隆坡要飞往北京 但是他为什么离奇的 就是说他从马来西亚 飞往北京嘛 就是往东嘛 他往西嘛 对不对 还是绕靠一圈 他先往东 就是飞到越南的那边之后 他突然又在返回 飞回马来西亚 越南不好往 然后就是继续飞继续飞 然后就后来就从印度洋上面的雷达上消失 进入印度的虫洞 对 而且当时有被侦测到 比方说飞机在空中上飞 雷达一定会看到嘛 但是飞机上有个装置 其实是可以把就是 比如说 简单来说就是把你追踪的这个机器给关闭 就让其他的任何雷达都可以找不到你 对所以当时这个被关闭这件事情 就有人把这矛头觉得说这个罪魁祸 应该是机长 有人说机长就是想要自杀 说他什么精神不稳 还说什么家庭状况 那时候大家就开始有的没的 对就把矛头指向他 但是后来也说没有完全的 直接的证据说一定是机长 虽然机长家里还有被发现说 他要模拟一些当时他航行的 一些画面 用模拟器 模拟器啦 微软卖的那个微软卖的这个画面 所以直到现在也都还并不知道是什么样 那你们觉得这飞机到底什么状况 被截击了 截击你可以截到哪里去啊 他不见了 不见了 他总要降落吧 海底 另一个铁达尼号 他已经海底捞很久捞不到 真的是捞不到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虫洞吧 而且那个时候在澳洲啊 还有一些什么那种 有个什么海洋无限公司 他说他势必一定会打捞到 没有捞到他可以不用付他钱 但他没有捞到 捞了三年多 打捞啊或是去探勘探寻 所以他十周年了嘛 对已经十年了 所以前阵子他的家属又说希望能够重启嘛 所以马来西亚的政府好像又要准备花钱再去找 那你们觉得这样找有意义吗 我觉得现在是早是为了一个科学的实证 或是想要一个客观的一个解答 并不是想要认为说人开可以活下来 没多久就飞回来了啦 小孩子都变大了 对但我们不知道嘛 不过在这个期间 其实最主要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马来西亚这个当局形象 跟他的一些状况 其实并没有让大家这么满意 比方说他当时事发了首几个小时的时候 他们就有去询问他们这个 说有没有联系到这台飞机啊 然后那时候还有说 他有没有在好像在可能迫降到哪个地方 柬埔寨还是什么地方 其实根本没有飞到这个地方 然后结果后来是马方后来宣布说 他可能是在南部的南中国海的地方坠机 结果最后实证说好像也并不是 其实是在印度洋 所以刚开始大家还把资源全力 投入在这个南中国海 对所以马来西亚整个政府 就是好像完全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根本像梧桐昌一样乱找东西 所以让家属非常的不满 好那讲到这个刚刚有说到 彭太有提到这个铁达尼浩 其实铁达尼浩也是一个蛮荒谬的事情 撞冰山啊 为什么撞冰山呢 你问罗兹 不是啦 电影上是演说那个观看的人就是觉得很冷嘛 有点打瞌睡嘛 然后看到的时候来不及啊 来不及撞嘛 然后就是插撞到这个冰 就是这个冰啊 就是冰山下面的一角啊 对冰山一角嘛 就是插撞到右边的这个船的地方嘛 然后造成他的沉默 但是呢 你们知道 其实铁达尼浩这个事情 也是会有阴谋论 什么样的阴谋论 就是1912年沉默的时候 其实震惊了全世界 但近几年有很多阴谋论者在提出怀疑 铁达尼浩真的沉默了吗 好为什么他会提出这个怀疑 是因为呢英国这个轮船公司啊 他当时是有坐两台类似的船 一艘叫做铁达尼浩 一艘叫做奥林匹克号 然后呢 奥林匹克号比较早 那个时候比较早先算是先下水 结果呢有一次不小心 撞到了其他的船 就是算是严重的碰撞 结果在奥林匹克号 这个龙骨跟支架 产生了结构性的破坏 那那个时候呢就是被判配 就是说 那这个你这家公司要全额做这个负责 然后呢 因为当时有很大的这个保险的压力嘛 那也导致影响了这个铁达尼浩的这个首航日 所以呢 其实阴谋论子就认为说 当时白金公司的这个轮船的人 他其实巧巧的把奥林匹克号跟铁达尼浩做吊包 就是说1912年这个4月的这个处女航 开出去的其实是奥林匹克号 并不是铁达尼浩 而且船本来就有问题 对船本来就有问题了 就让你直接发生问题 可以真的保险了 对 上面也有人 对 嗯 嗯 他是不是就可以领到一笔 巨儿的保险金 他就可以去补他之前 这艘船撞到其他船的那个时候的理赔 我觉得以那个年代来讲 这个工程太浩大了 确实是很浩大 但是有很多的这个人去把他的每一个船上面 现在打捞到或是铁达尼浩那个照片 嗯 比方说上面的这个窗户有几个 嗯 然后中间间隔多少是有几个窗户 房间长什么样子 跟铁达尼浩是不一样 但是他跟奥林皮卡尔是一样的 那没有沉的那个铁达尼浩在哪里 不知道 搞不好长起来了 这个 很大一艘 很大一艘 一百多年怎么长啊 除此之外 当时他撞到B3的时候 很多甚至是可能在距离沉没地点 其实不到一小时 或是几小时内的这个航行距离 其实旁边的船其实都可以到 但是那些船却不为所动 眼睁睁的先看 你到底有没有沉 铁达尼浩先沉了 他们才过去救援 换个角度来讲呢 说不定就是想要看那个船公司倒闭啊 对不对 让你沉嘛 就算没有掉包 所以就是有这样的想法啊 毕竟那时候他是最大的船嘛 对不对 而且那时候的人命不值钱啊 我的船 干嘛要去救你们这些贵族啊 有可能我可以敲你竹杠 但是以那个社会的氛围 我觉得 你就发现一百多年前的人命 跟现在的人命差在哪里 那时候人命不值钱啊 是啊 所以我干嘛花这个力气去救你 对不对 如果阴谋论来讲 也会这样子来想啊 是 所以像刚刚讲的 就是那种旁边的附近的船子 游少叫加州号 他当时是从伦敦出发 他也是要往 就是往美国这边去 但是呢 他那天的时候 他拒绝了上百位想上船的乘客 他却载了 三千件毯子跟保暖衣 他并没有载人 他是载了很多运送物质 他怎么知道 对 他为什么会知道 对 所以他这保暖衣物 有人说 他是为了救援铁达尼号的乘客吗 还是怎么样 鬼影 追追追 我觉得非常的离奇嘛 而且 我们有看到在那个电影里面有演 当时那时候首行的时候 是不是上面做了很多 就是有钱人 比方说那家公司的老板啊 或者是一些富豪啊 等等的 但是真正的 比方说那家 轮船公司的背后的老板就是好像是那个JP摩根 甚至是一些他的一些投资者 他们是在出发之前没有登上船 他们这些人就是 人家运气好啊 没有登船 对对 人家说不定就是运气好啊 当然也是有这个可能 避开啦 但是却这么的巧合就是避开了 这个对他们来说 一家公司的船 最大的一艘船要出航 他还是股东 对啊 最大股东 要出航 你却不跟 没信心啊 就代表说他们已经有可能知道了 或者说早就预谋好 会有这件事情发生 准备去诈领这个保险金 你看 这叫做换个角度 然后世纪大诈骗 蛮有可能的 当时船上上面好像还有一些 有些富豪 那那些富豪 据说是 JP某人 那个时候的一些竞争对手 商业上面 企业上面的 我请你 来来来来 这招好不错啊 对啊 请你直接来玩一下 不累啊 一起死在那里啊 对 但自己却不上船 但如果真的是 以这样来讲 我就觉得啦 不管是说 投资方 船东斯 我觉得保险公司也是 也有问题 一起去炸这件事情 这花的时间跟精力 真的太长了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 刚才有聊到的 另外一艘船在哪里 真的很大耶 就整个拆拆啦 你拆也要有时间吧 你不要以为拆船很容易 对啊 你把它拆下来之后 要收到哪里 所以这个都是 后面去猜测的 一些的事情啦 所以啊 古今中外 有这么多的一些啊 交通纽事件 还是要告诉大家啊 交通 大家自己要好之为之啊 尤其是在台湾啊 你觉得台湾 处处是惊奇啊 对啊 尤其是像 过马路的时候 这边真的要呼吁 各位听众啊 就是你过马路 就好好过马路 不要再 不要给我刷手机 不要再滑手机了 我很傻 我很傻 我现在看到很杜烂 我还八年 真的不要刷手机 你就赶快先走过去 不是 再说 你刷手机 你可不可以快一点 而且最主要 有时候很多车 他可能真的 很多人讲说 A住死角 转弯的时候 真的没有看到 对啊 这是以行人来讲 我现在是以 所谓的就是驾驶来说 你不要认为说 红绿灯 我一定右转 要让你等你 是没错 我一定要等你走过去 之后才过去 但是你不要 一直让我觉得 你就是在那边走秀 就慢慢走 还滑手机走秀 这不夸张 我曾经在那个松人跟新一路口 就是那个吴宝春的那个路口 有看到那个行人拉着那个行李箱 他就突然喔 所有的公车都要右转等他 他突然就走一走停住 你知道他在干嘛吗 他拿手机拍101 那你这还好 我还看到呢 就是直接在那个路段喔 请他的男朋友 帮他拍街景 拉行李的样子 搞IG照啊 然后大家呢 右转的车就要等你 很诡异耶 对啊 我也不知道他是台湾人 还是哪里人 但是就很怪啊 你马路就麻烦 该走的速度 就要有这个速度 而不是啊 真的等你等半天啊 其实我觉得行人他不应该啊 他应该有触发 这一条我觉得应该要重新再规范一些交通法则 就有人来讲啊 怎么可以这样子 我们台湾已经是行人地狱了喔 你这样根本是不尊重行人喔 但是他就是要快走 他为什么平时可以滑手机让大家等他呢 就是已经是地狱了 我不要快走啊 对不对 所以其实简单来说啦 驾驶跟行人都要互相尊重啦 就是在行走的时候 驾驶礼让 但是行人你也要自己照着放亮一点 对还有骑车的时候 麻烦在巷弄之间也可以飙那么快啊 有一些就是真的飙载啊 对不对 冲超快的 所以我发现有些就是一些婆婆妈妈就这样被撞到啊 对啊 所以我们呢 基本上在台湾啊 大家就刚才讲的 好自为之 好自为之啊 今天啊 手法的人未必安全啊 不手法的人 说不定他一辈子都安全耶 对啊 有可能的 对啊 我们台湾很神奇啊 所以大家记得啊 马路如虎口啊 你走在行人地狱之上 罩子就要放亮一点了 好 今天就是我们节目了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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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